Hello,Artist的車友們,大家好。我們又來開直播分享。 那最近很多Artist都來安裝KT的避震器。 當然,最首先還是要很謝謝大家那麼的捧場。 那今天安裝的版本呢,是一樣是道路版本。 那這部車是Artist的11.5代。 那前幾天的話也有安裝了是X版的啦,或者是11代、11.5代,很多很多都是Artist版上的車友。 那看了直播之後覺得KT的產品有開始關注也好,或者是已經關注了一段時間也好。 甚至是有的車友是希望來工廠裡面來做試乘也好。 那都很歡迎大家有任何問題呢,請私訊我們KT粉絲團的小編。 或者是在文章裡面呢,有打上KT的LINE的官方的帳號。 可以從LINE裡面來做詢問。 那今天的安裝的道路版本,我們一樣先來看一下它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。 這台車我們安裝的車友真的很捧場。 所以我們安裝這一台,通常都不用一個小時就安裝完畢了。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原廠的避震器。 這是原廠X版的避震器。 原廠11.5代的避震器。 原廠11.5代它的上座螺絲是M10的,是粗的。 所以這些上座不論是像這台車11.5代已經開了大概4萬多公里。 不論是已經開了4萬多公里,或者是使用的里程數很多。 都不用擔心。 因為KT的話都有附上座。 後面的上座也有附,前面的上座也都有附新品。 所以這些上座呢,都不用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。 所以這個是原廠的前面避震器。 這是原廠的後面避震器。 那我們來看一下已經安裝好的後面的部分。 這是後面的懸吊系統。 後面的懸吊系統算是一個拖一臂的系統。 大概到了下一個十二代之後才改成是TNGA的底盤。 TNGA的底盤它的後懸吊系統, 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。 比較類似Golf五代或者六代的懸吊系統。 它的操控其實整體上來說, 會比十一代或者十一點五代好上蠻多的。 那當然也有很多的十二代的車友也有改裝。 如果到KT的粉絲團裡面, 也可以看到十二代Artis安裝的實力。 那今天的十一點五代呢, 它的後懸吊系統, 從九代、十代、十一代呢, 都是這樣的系統。 它的後面的懸吊系統還蠻簡單的。 KT其實有針對這台車呢, 為了讓它的舒適度做得更好, 所以彈簧有加長。 這個彈簧呢, 有長了大概比一般業內的, 大概長了20mm,甚至到30mm。 這個是大概190mm左右。 那公斤數的話是五公斤。 所以它的整體上的舒適度來說, 會還蠻不錯的。 那也有很多的車友, 會覺得外國的月亮比較圓。 那當然啦, 產品的話, 都比較一定都是好事。 那KT最棒的地方就是, 有實車, 可以提供給大家來做試乘。 那產品, 就得要經過試乘之後, 覺得有滿意了。 再來考慮就好了。 也不需要說急著就要做改裝, 或者是很衝動的來做這樣的地板的改裝。 畢竟這一套的花費也不少錢嘛。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, 這個上座的部分, KT的話有附信的上座。 那筒身的話, 它是靠筒身的腳管這裡來調高低的。 從這個地方來調高低。 並不是靠B彈簧、 壓縮彈簧方式來調高低。 所以它整體能夠調整車高的範圍呢, 還蠻多的。 像這一台原廠的話, 大概原廠大概四指多一點點吧。 那如果最高的話, 大概可以三指幅再略高一點點。 那今天的車高, 會大概降低大概到剩下兩指幅左右。 因為車友其實也有改裝了薩薩爾的17吋的鋁圈。 那薩薩爾它最棒的地方是它的J數比較大。 所以當等一下降到兩指幅左右, 整體的氣勢呢, 跟原廠的大概四指、五指幅。 當然就會好看很多囉。 所以, 車主的話, 除了改裝了17吋的鋁圈, 薩薩爾的鋁圈之外。 那今天要做的動作呢, 就是改裝KT的道路板的避震器。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前面, 這個也是XX,這個是防盜的螺帽。 也有一個輕量化的效果。 那KT的話也都有販售類似這樣的螺帽。 而且KT的材質呢, 還是7075的鍛造材質。 也是輕量化的螺帽。 輕蠻多的。 那前面的懸吊系統, 最近大概一個禮拜好像就開了四五次直播吧。 其實介紹的東西都是一樣。 只是這一台呢, 一樣, 跟大概有百分之九十、九十五的車友一樣, 選擇的都是道路的版本。 那道路版本, 前面是配置七公斤。 等一下前面車高, 原廠大概是四指幅吧。 那等一下會降低, 大概剩下兩指幅左右。 所以, 當車身的重心降低之後, 車身的穩定度相對的也會提高。 那避震器的性能提升之後, 操控感也會一樣, 都會同步的都做提升。 那它的離載串部分, 這些離載串的話, 是跟原廠的固定點都是一樣的。 不需要再改裝離載串, 也不需要再換強化的。 所以直接沿用原廠, 不需要再多花其他, 不需要再另外支付的費用。 那這些有一些ABS感應線, 油管固定架, 那這些感應架的位置, 都是跟原廠一樣的。 那前輪的話, KT是做一個橢圓孔。 所以前輪的這個仰角的螺絲呢, 是可以做微幅的Camber的調整。 所以在安裝上的話, 也會比較全面性一點點。 至於用料的話呢, KT所選用的主尼友, 是從意大利一整桶進口的IP主尼友。 所以它油品的穩定度啦, 種種的耐久度來說的話, 都還比一般的油品還要來得好很多。 唯一的缺點, 算是我們採購的成本會比較貴吧。 那它的油封的話, 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。 阿提斯的車友裡面, 很多很多有一個日本的品牌, 都非常受到大家的歡迎。 像是日本的Tim。 Tim的話呢, 它所使用的油封, 就是跟KT一樣, 都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。 那它車高的調整呢, 是靠, 有的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。 但KT的話, 它是靠, 做得比較高階, 是靠統身可調的。 所以把這個齒輪狀的托盤, 往這個方向來懸鬆。 它的長度變長, 車高就變高。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, 它的車高的調整高跟低的範圍呢, 能夠做比較大幅度的改變。 所以這個是, 統身可調。 這是統身可調。 它的, 像在拆裝的時候呢, 如果像是有9代的車友, 也許有可能車零已經大概快10年, 甚至是更多了。 像我們早上拆的一台是FX35, 那大概有11年的車零。 所以車零比較舊的時候, 在拆裝的同時, 師傅都會一併檢查。 像這個, 方向機墮桿的合上頭啦, 離載穿的狀況啦, 或者是三腳架的這些鐵套呢, 都是在拆裝避震器的時候, 需要一併注意的地方, 才不會裝上去之後, 才發現其他的問題。 那就等於是要再多拆一遍。 那譬如說, 像這樣的來令片的厚度, 也都可以在拆裝的時候呢, 以並請計師幫各位來做檢查。 那最重要的一點就是, 當改裝避震器之後呢, 其實原廠它有一個, 胎壓建議值, 那不然我們把, 把鏡頭移到這裡來, 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, 其實有一個胎壓的建議值。 那當你是, 還是原廠避震器的時候, 它對胎壓的敏感度, 沒有那麼高, 原廠的胎壓建議... 好,去,去,去, 好,OK喔, 重新連線了喔, 不好意思,剛剛斷線了喔, 那我們從B柱的下方這裡呢, 其實原廠就有一個貼紙, 可以來看看它原廠建議的胎壓值是多少。 好,指甲, 在這個地方, 拍得到嗎? 好,這裡有一個冷胎壓的胎壓建議值, 有逆光, 沒有對到腳, 好,這裡是32, 後輪的話是30, 那如果是215, 457, 像這個, 今天改裝的輪胎是215, 457, 它的前面的胎壓32, 後面的胎壓也建議是32, 那如果是原廠輪胎的時候, 或者是原廠避震器的時候, 它對胎壓的敏感度沒有很高, 原廠建議32, 那也許打到38, 40都還可以, 只是路感的回饋會比較直接, 可是當改裝了避震器之後, 千萬要特別留意, 因為避震器它對路感的回饋很直接, 所以它對胎壓的要求的準確性, 一定要更精準, 不能打胎壓打得太高, 因為打得太高, 避震器它的回饋感已經很直接了, 胎壓又過高又更直接, 那就會造成不舒服的狀況, 所以我們胎壓建議值, 就依照原廠的胎壓建議值下去施打就好, 譬如說這個一樣是215, 457, 我們剛剛看到貼紙上的建議是32PSI, 那我們就打32PSI, 了不起多個1到2PSI就好, 那很多的在回原廠或者是在保養的時候呢, 都會把胎壓打到38、39、40, 那這個都太高了, 所以如果呢, 有改裝避震器的時候, 胎壓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需要精準的, 那今天安裝好了, 已經安裝完畢了, 我們大概不到一個小時就安裝好了, 那這一款的Artist, 我們如果有安裝的時候, 一旦有空檔, 都會開直播跟車友們來做分享, 那當然很希望能夠服務更多Artist的車友, 簡單來說, 就很歡迎大家來做試乘, 因為KT裡面, 工廠裡面也好, 或者是我們北區的經銷商, 中區的經銷商也好, 其實都有實測可以提供給大家來做試乘, 那避震器的選擇其實就是很希望大家, 藉由試乘的過程當中, 來了解到是不是這樣的避震器適合各位的, 那所以, 如果各位有需要試乘的話, 很歡迎跟我們聯絡,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, 下一次有在安裝到Artist的時候, 一樣會在Artist的社長裡面, 跟大家來開直播的分享, 謝謝大家, 掰掰!